中国大陆的一些宣教是有感于福音 要能够广传到各个地方 他们就决定从厦门到这边来设立一个教会 让整个金门地区有福音在这边广传 我们在西半部的地方有金城教会 他们就决定在这边设立一个教会 这个旧的建筑物123年来 从设立到慢慢慢慢的茁壮 他们牺牲奉献摆上他们的青春 让这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 让这个附近的人在这个东半部人 能够认识主能够认识耶稣 那这是我觉得在沙美教会兴起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整个沙美教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一栋的主建筑物是一个传统的建筑 它是一个金门县的历史的古迹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奉献箱是手工做的 那是从以前弟兄姊妹 他们这样辛辛苦苦的来奉献 来支持这个教会 我觉得是比较有历史性的纪念的意义 在外面有一个立碑在那边 大概是七十几年的历史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红砖是跟现在的红砖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主堂的后面 我们还有一个牧师馆 原来是给牧者休息的地方 随着事工的一直增长 我们就决定把它整建起来成为一个教育馆 不仅是在一楼方面会有可以在那边彼此传绩 二楼跟三楼有许多的教室 能够供教会各样的活动 各样的训练 各样课程来使用 我也在上帝面前祷告说 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我有什么意象 也因着这样子我在祷告当中 上帝给我三个字 第一个字叫做恢复就是Recover 恢复人对神的爱 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爱 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第二个意象叫做重建就是Rebuild 那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所建造 被神的灵所更新 被神的灵所复苏 属灵的生命能够强壮 他们就可以有第三个意象Revival 就可以复兴 他们就成为属灵的精兵 能够为主征战 能够出去为主就见证 整个教会就会得到复兴 神的国就会得到复兴 神就从这里成为金门 整个复兴的一个开始 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需要来完成的 让沙美教会这栋的建筑物 成为在这个沙美地区的一个地标 不仅仅是人家来观看 而是让他们看到 这个教会是神荣耀的所在 让人愿意来到这里 能够看见有神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